各位同學大家好,又是星星老師和理講宗史 這一節就是春秋戰國朱子伯家爭鳴局面的形成 朱子伯家即是愚脈道法那班思想家 這個課題我很喜歡講的 不過這個課題是比較深的,因為思想史 為什麼我說很喜歡講呢? 原因就是歷史的變化與人的思想有密切關係 當很多人有同一個方向的思想 或者歷史就會向這個方向走 例如我當近四五十年 基本上全世界都是講民主 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中國 中國的人民主專政都有民主兩個字 當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 歷史就慢慢朝向這個想法走 但是當然有些地方是走得快些 有些地方是走得慢些 所以思想是會改變人的思想 很多人有同一個思想 就會改變社會 當然這個進展是慢的 好了,思想既然這麼重要 我們了解中國傳統思想 也可以了解到今天中國 為什麼會這麼想 因為累積了這麼久的歷史 有一些依然堅持的事情 就越來鞏固 好,講完這堆 可能大家同學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所以都是落書本比較為清楚 好,為什麼這麼多人會提出新思想呢? 所以課本就會有這個背景 就是這個諸子百家爭名局面的背景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提出新思想呢? 好,首先一個簡單的引指 春秋戰國先發展蓬勃 出現了百家爭名局面 其實有多方面的背景 分數而下 政治方面 政治就是政府如何管理人民 當時就是周朝封建 封建制度如何轉變 如何影響到思想發展的情況 因為封建制度解體 封建制度解體原因就是平凡冬遷 講過很多次 平凡冬遷由於他有殺父親的嫌疑的緣故 很多諸侯都不服他 在這種情況下 他講話大家都不開始不聽 好了,皇命不幸 即是平凡或周天子的命令 不能夠實踐到 其他諸侯不跟 諸侯就互相兼聘 即是諸侯國與國之間互相打仗 打仗,然後吃了對方 以及有散事的風氣 散事的風氣就是諸侯國內 有些以下犯上的情況 西州各種制度和社會秩序 開始崩潰 在這樣的社會秩序崩潰的情況下 有些自治分子受到這些變動的衝擊 提出了新的學說 即是很多時候 這個亂局的出現 怎麼會出現呢? 這個亂局怎麼可以修正分呢? 怎麼可以停止亂局呢? 提出了新學說 回應當時的社會狀況 最主要是想挽救時弊 即是現在不好了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做 怎麼走呢? 通常人的轉變都會發現 之前我這樣的做法 出現問題 我讀書方法以前很行 可以考得好成績 但今天不行 於是就要想一些新的方法 去解決問題 就像讀書一樣 現在當時的自治分子也是這樣 他們在政治和人生態度方面 都有不同的主張 形成了百家爭鳴局面 即是很多的家派出現了 課程的編排 最主要是四大家派 愚脈道法 四個 第二個就是諸侯求言 即是找一些有才能 之前在春秋戰國的變局裡 都提到平民地位上升 原因就是 國軍 即是諸侯王 他就開始想找多些人幫忙 多些有才能的人幫忙 於是便找到一些 即是連平民都會找 平民都會 如果有勢的話都會找他幫忙 當時王權衰落 列國曾鴻 諸侯為求富國強兵 於是便研攬人才 即是找人才 不少君主積極仰視 即是只要有人才 就是仰視 即是聘請他做一個手下 齊職客學功 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個史實證據 齊國的職客學功 就是一個仰視的地方 同時 事人為求在社會上 有所作為 建用於君主 即是希望國軍 能夠用他的主張 於是便紛紛著書立說 即是將他的主張寫出來 等國軍知道之後 有機會請他做事 即是做商 又或者周遊列國 宣揚自己主張 遊說國軍 因此促進學術思想 越來越發達 因為要有新的思想 希望國軍使用 而很多時 這些新的想法和思想 都要環繞著富國強兵 這裡寫了一個照片 就是各國求生觀念 各國都希望 有新的觀念 改變自己的國家 令自己的國家可以改革 即是諸侯國 這是職下學術的招 我不詳細說 高峰時候 學術中 事人以千數 即是一千人 出名的孟子 孟子 大家同學都聽過 神道是法家 孫子也是儒家 對後世的影響 他們曾經進入職下學工 可以看到職下學工 是一個招攬很多賢人的地方 社會方面 政治方面就是封建解體 於是舊的制度就失敗 崩潰了 大家想出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制度出來 另外方面 諸侯也要找些人才 希望有些新的觀念 引入 改革自己的國家 令自己的國家 富國強兵 除了正義方面之外 社會方面 都有一些條件已經成熟了 文化積聚豐厚 即是有文化已經累積到 有差不多的 人們有差不多的知識 於是便能夠有些新的轉變 即是新的想法出來 早在商朝以前 中國已產生高度文化 西周初年 周公的祭禮作 即是封建制度 中法制度 諸種的教法 令華夏文化 成為中國文化的主體 後來再經過春秋戰過 數百年 文化的尹涵積處 就越來越豐富 即是很多人累積了很多的知識 才子之士 於是組織過往人士的 一些知識 然後這本書說 取其中精宏的部分 即是好的部分 然後加上個人的見解 發表了新學說 最重點就是文化的累積 令到有新的學說出現 其實如果有新的學說出現 其實如果有新的學說出現 都要基於原本的知識為基礎 才慢慢累積才有新的東西 第二件事都很重要 如果你有新的意見 一定有言論思想的自由 假設你沒有自由思想 都是規限在某一個指定的方向 你不能夠超越這個方向 既然你不能夠超越這個方向 就不能夠突破 這樣說好像很難明白 例如舉個例子就是 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是說 不能夠超越做事 不能夠超越自己身份和地位 如果假設你這個思想規限 是不可逾越的 即是有任何言論 違反了這個說法 就殺你頭 在這種情況下 就不會有平民階級興起的東西 平民階級興起就是 平民階級的地位和貴族 是一樣的 甚至是超越貴族 假設在封建制度裡面 貴族永遠都是在上面 平民就是野人 在農村耕田 不能夠參與國政 假設封建制度是堅持實行 而政治上不讓任何思想的言論 超越這件事 其實就不會有八級執民的情況 所以為何封建制度破壞了 即是國軍也不堅持這件事 不堅持這件事 即是平民可以超越他的身份 所以便可以求國軍重用 而參與國政 因此言論思想之後 思想進步是一個很關鍵和重要的因素 先下課文 春秋戰時 列國雖然互相爭雄 但言論思想是未受抑制 大家可以自由說自己的學說 自己問自己可以著書立說 抒發自己的見解 毫無束縛 例如蘇秦章儀 而遊說六國之間放言無忌 總之他們覺得對的便說 足見當時言論思想的自由 他們遊說六國之間 即是各個國家都去 那些國軍也不會覺得 你之前去過秦國 現在來到齊國 你會否間諜 也不會這麼想過他們 總之你有才能便會使用你 接著是私人講學的興起 這是當時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八家真名的背景 也是一個條件 原因是 之前的知識全都在貴族手上 後來由於貴族沒落 在政治制度裏面 制度崩潰 制度沒落 有些貴族有知識 但淪為平民 例如兼天戰爭 A國家吃了B國家 B國家沒有了 B國家的貴族便便變成平民 變成平民之後 他為了生活的緣故 他可能要教書 傳授知識 因為他有知識 傳授知識便找到自己的生活 如果用今天的語言 就是做老師 做老師便有收入 好了 我們取回復書 隨著風雨制度的解體 和兼聘戰爭的出現 大批貴族淪為平民 這是關鍵 很多貴族淪為平民之後 他們世傳 即是世代相傳的意思 典籍的書和學術 流入文革 他們用他們的學識 講學 私人講學的風氣 愈來盛行 出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教育普及 令到普通平民百姓 都有教育便有知識 文字佔開 因為有知識 才有進一步的一些新的想法 出現 造成平民知識分子的興起 促進了思想的學生的流報 好了 這裏有一個趙延伸 為何當時的私人講學 這麼重要 你看看 最容易記的例子就是孔子 生於春秋末年的孔子 當時是他學者 最圖講學的典型 即是教書 他有三千弟子來自不同階層 即是平民都有 當然貴族也有 平民也有 貴族也有 有出生貴族的只佔少數 更多就是平民百姓 就如近代學者 錢穆 即是中文大學生 學院的創辦人 孔子弟子多喜至微戰 即是他都有發表過 孔子弟子多喜微戰 即是平民為主 然而在出生悲寒的弟子裏面 有部份是跟從孔子周游列國和學習 而得到事盡 即是被國軍 被諸侯國的那些軍主 就是聘請他 聘請他辦事 例如是子老、染友、染翁 都曾經在老國擔任重要官職 子老、染友 好了 戰國時代還出現了 率其群徒便其談說的情況 即是很多人 就是辯論的思想 使他名氣自己分子 都會是有途中跟隨 即是有學生 孔子曾經有後居數十省 即是跟從孔子的車有數十家 從這數百人 即是見到他們是有很多學生 當時一個私人講學的情況很盛行 從這個子老、染友 在老國擔任重要官職可以看到 就是他們的仕途都不錯 有了知識的話 他們都會做到某些國軍的重用 接著是經濟方面 如果沒有錢窮 很多時候知識都不能夠好好地流傳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譬如大家同學在學校讀書 你在學校讀書 基本的一個條件就是 你父母能夠養得起你 或者社會能夠養得起你 你不需要賺錢 而是可以維持生命 於是你才有機會來學校讀書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某程度上 就是社會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富裕才行 不需要很富裕 但是富裕是一個基本條件 即是有錢是一個基本條件 其實當時經濟是富裕 即是春秋戰國期間 雖然是分裂的亂世 但其實也富裕 所以分裂是否真的完全負面 大家同學你想想 原來春秋戰國的時候 很多好東西都在分裂的時候出現 好了 春秋戰國時代經濟繁榮 大都市出現 大都市出現 大都市出現就是經濟好 貴族和互相仰視成風 有才能的人就會請他回來 在他家屋裡 等待重用 大城市成為了學者會集交流的地方 會聚 會聚就是一起 會聚之後大家會聊天 討論 我有我的想法 互相討論 接著就是慢慢進步 交流的地方 優越的經濟環境 令政府和權貴有能力 這是重要的 政府和權貴有能力 支持世人 專注學術研究 即是提供他的生活 你不需要耕田 你就幫我寫書 專注你的研究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 有些人能夠專心做研究工作 例如剛才講來講去 講了幾次的 就是齊國的職下學功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例子 進去之後 其實你不需要擔心生活 研究你的學術就可以了 另外是秦國的上 呂不偉 呂不偉 也有三千門客 合篇 他一本書叫女士春秋 即是寫著作 這兩個都是著名的日子 齊過職下學功 職下學功 就簡單一點 不過職帖可能難寫一點 如果難寫 就秦國呂不偉 呂不偉應該都出名 他就有女士春秋 職下一些門客 即是那些士人 養士 養士 有才能的人 編了這個女士春秋 可見富裕的經濟環境 其實對百家失明有密切關係 因為士人可以專心研究學術 另外就是 假設你有這些條件裏面 但如果交通不發達 混在同一個地點裏面 你見不到其他東西 都是限制了你的思想發展 因為沒有東西刺激你的思想 所以交通發達 當時說到一個重要的原因 由於戰國時期 商業就發達了 戰爭也是蛇打仗的 國與國之間的交通 就大為果線 無論是商業貿易 戰爭的過程裏面都會起路去打仗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 交通就方便了 加上交通工具也慢慢進步 方便了士人周遊列國 例如孔子 如果是事實例子 孔子周遊列國都出名了 孫仁的主張 各國的首都 都關鍵於交通的要進 即是交通方便的地方 其實到今日現今 每個國家各國都是交通方面 匯水人才 有一座國學派的形成和思想交流 即是互相交流 便能夠有突破的發展 這是交通法大境 好了 這裏的圖 你可以做個參考 當時是封劍敗壞 接著是學術 王冠失學 貴族抹落 即是學術流去民間 於是私人講開便便輕盛了 另一方面 列強相憎 於是他們便要求富強 所以邀請那些有能力的 聰明的人 作為輕常 幫他們辦事改革國家 好了 咦 這一節便完 下一節便說 愚脈道法的思想內容 最主要是課程的設計 最主要是政治思想 今節便到此為止 各位同學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